他的右眼皮跳了一天 总感觉今天有什么大事发生 出门前看了眼黄厉 上面竟写着诸事不顺 这下好了 右眼皮跳得更厉害了 一切果真和预感一样 出门发现车被划了 好不容易补上车气跑出租 却发现一单都抢不上 还没等他抱怨两句 一个掉头直接出了车祸 李唐也是无奈了 人有时候点被 真的是喝凉水多塞牙呀 干脆也不出车了 转头回家休息算了 然而谁知就在此时 真正的危险却才刚刚到来 只见一个老头从身边经过 就这么轻轻碰了一下李唐 李唐整个人都变得麻木起来 他想赶紧锁车保证安全 但抬起的手早已经没了任何力气 等再次醒来后 眼前的一幕却吓了他一跳 李良希出生地 台湾桃人屏东眷村 李唐给的朋友 是到这儿你才起的 怎么样 喜欢吗 李唐有些懵了 一时间也是没了任何对策 警方能将身份报得一清二楚 肯定也是知道了他的间谍身份 不过随着麻药尽一点点缓和 李唐还算是清醒了一些 我那份无罪 你不知道错人了 与此同时 丁美希像往常一样给李唐打着电话 可是很明显 电话根本打不通 起初丁美希也没在意 但是随着又拨了几次后 他是越想越不对劲 按理说大白天的 又是一个跑出租的师傅 怎么可能手机会打不通呢 丁美希也没犹豫 当即就拨打了滴都客服 你好 欢迎致电滴都专车 你好 我要投诉你们一个专车司机 姓李 车位号是2889 他那个辱骂乘客 随车销订单 你帮我查查 系统显示2889的司机没有接单 没有接单 没有接单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出车 是的女生 你会不会寄出车位号了 丁美希察觉出了问题 可是问题又能出在哪吗 丁美希有种预感 那就是时间越晚 李唐绝对就越危险 于是他也不再犹豫 当即就报了警 我要报警 我前夫失踪了 另一边 李唐和警方僵持了半天 结果是一个信息也没说 领头的有些不耐烦了 直接将他带到了另一处 一个没有摄像头的小黑屋里 干什么 干什么 李唐被绑了起来 而等待他的 将是一次又一次的刑讯递宫 毛巾盖在脸上 随后不停地将水轻涌而出 别看时间不是很长 但鼻腔和咽喉同时进水的窒息感 绝对让人比死还难受 眼看李唐依然不说 领头的更是拿出老虎钱 随后撬开嘴巴 硬生生地就要拔下一颗 随着一阵阵的剧痛 李唐更是清醒得不能再清醒了 如果说刚刚还有些紧张 那现在简直就是看透了一切 什么警察审讯 这不过都是对他的考验吧 如果他再不揭穿 恐怕都要死在这里了 出来 出来 为什么 原来想要测试李唐的不是林玉 而是幕后真正的大老板 最近大老板怕出事 所以才想着一个个的测试大家 至于李唐 肯定是完美地通过了考验 等老板交代完后 林玉又给了李唐一个重要任务 其实测试忠诚只是其一 更重要的是 他们要筛选接下来的信任人员 两天后 市里将举行一次商业交流会 其中不乏政府高官要员 所以接下来的任务 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听到这里 李唐的委屈也算是缓和了些 不过林玉接下来的话 才真正的让他细思极恐 你跟他说 以后找不着你 可以来找我 不用去查110